歡迎收看阿蟲Pay 2 全能狗S 內外肌生蟲一塊解決 打擊肌生蟲怎麼做 我是去旁邊 我是一虎邊 上個禮拜我們請到說醫師來為我們講解 在年年夏日最常遇到的肌生蟲有哪一些 那接結要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避免蟲蟲找上門喔 那其實最建議的方式呢 就是使用寵物的肌生蟲預防用藥 那像肌生蟲呢 它分成了像跳蚤避濕這類的體外肌生蟲 以及像青絲蟲、腸道肌生蟲這類的體內肌生蟲喔 那針對跳蚤避濕這類的體外肌生蟲呢 其實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 找不到的滴劑以及噴劑喔 噴劑和滴劑呢是一個月使用一次 那除了這種外用的方式之外呢 還有內服的口服定喔 像是全能狗呢 它就是可以有效的驅除跳蚤還有避濕這樣的口服用藥 而且呢它是牛肉口味的 所以狗公們都超喜歡的喔 那該如何有效預防像青絲蟲還有腸道肌生蟲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喔 只要一個月使用一次全心堡 就能夠有效預防新絲蟲 洗像回蟲、鉤蟲這類的腸道肌生蟲喔 而且全心堡它有專利的科技 是牛肉口味的 讓每一次的預防都是一次享受喔 如果呢覺得要同時預防新絲蟲還有跳蚤避濕 要分開來頭要很麻煩的話呢 現在還有一種更好的選擇 就是全能狗S6合1的這個口服定 它是牛肉口味的 而且呢是打擊寄生蟲O以外的大突破喔 哇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每個月吃一次全能狗S 就可以一次預防 氣絲蟲、蝦蟲、鞭蟲、鞭蟲、跳蚤以及避濕 這六種寄生蟲嗎 真的是六效全能的全能狗S太厲害了 那可是像我自己是養貓啊 也有這麼多功能 然後又有方便的產品嗎 有喔全能貓DG啊 一樣不但能夠打擊這個跳蚤還有避濕 另外呢也可以預防非常知名的新絲蟲 此外像是回蟲、溝蟲還有掏蟲 這種體內寄生蟲也可以一起來避免喔 另外要特別強調的是 這些預防用藥除了噴氣之外 狗狗跟貓貓的產品都是完全分開的喔 絕對不能把狗狗的藥點在貓咪身上 那另外呢每一個毛小孩的狀況都不一樣 建議你在使用之前呢 還是要詢問過受醫師的意見喔 總結來說 找不到噴氣、找不到DG還有全能狗口服定 有效驅除外寄生蟲 全新寶牛肉塊預防內寄生蟲 全能狗S口服定 全能貓DG內外兼顧 那看完底下的產品介紹 你最想要用哪一種來為毛小孩驅蟲呢 為什麼呢 請在下方留言回答 我們會抽出三名熱情的粉絲 送出全能狗S周邊商品組 喜歡我們這一集的哈寵P2嗎 歡迎幫我們按讚、分享跟訂閱喔 狗狗貓貓十一住行就在哈寵P2 每週一晚上10點 準時更新 敬請期待 拜拜